陈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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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姐找你有事 她在里面 两位要点什么 两位去去去 找我什么事 你今天晚上 无论如何不许生气 好端端的生什么气啊 怎么了 我哥来了 他来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今天被我零八训 就是你的问题 你确实没有及时上报 不是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是不知道 你如果心里有什么憋屈的 你可以跟我说 你怎么可以拿他撒气呢 你不能欺负他老实 他老实 你都不知道他 你一句话就是太过分了 快点 跟他道歉去 我凭什么道歉啊 拿上去 回来了 今天周末 晚上喝一杯啊 来 我来 我下雨看看我妹 我下雨看看我妹 什么要帮忙呢 你们怎么来了 你说 今天到底谁搜了 你怎么还有理了 那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一桌子材 都是杨茵一个人做的 一会儿可别跟迟了灰了什么 一会儿可别跟迟了灰了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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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路iv 辰鱼啊 今天话说重了 别往心里去 你有一句话 我不该在领导的面前 说你立功心切 那你应该怎么说 陈宇 差不多得了 好 来 好 杨姨 我也不怕告诉你 莱然 你说 前天你在八宫药店查到了什么 陈宇 你有病吧 好 我那个煮了汤圆 我下去看看好没好 好 嗯 南安人 查了我们那天抓药店的监控 就在那天中 邻居去了那家药店 而我在他的办公桌上 发现了药店的袋子 吴振峰的口供也说了 那家药店是有毒的 为什么我们去了之后就没有了 谁通风保险的 你说 你们 我意味着